其境,将举行最后一期的常规竞演,从前几天曝光的年度声音大秀阵容里可以看出,梅婷是最后一期的周冠军,郑凯获得了第五期的周冠军,按理说他应该出现在总决赛,但是郑凯在节目播出的当晚,突然在微博向节目组开炮,批评节目剪辑混乱,并称再也不约。 大部分网友都站在了湖南卫视这边,认为郑凯无理取闹,后期把郑凯剪辑得很完美,现场观众也很满意,要不然不会投他当冠军。 郑凯之所以有这样无脑行为,完全是在向浙江卫视奔跑的兄弟表中心,这样郑凯才得以继续参加第六季,此时此刻,跑南正在维也纳录制第一期节目,和声林奇境撞期了。 北京青梅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CEO,著名于平人吴清宫指出,如果浙江卫视有规定,跑南常驻嘉宾不能参加湖南卫视综艺,那郑凯的行为可以理解,但是王牌对王牌的常驻嘉宾王源来了,怎么解释? 王源是浙江卫视王牌对王牌第二季和第三季的常驻嘉宾,是节目绝对的王牌,王源为什么可以同时参加两个节目呢?看来浙江卫视并不是不讲理,视网友想多了。 实力声咖王静松之前在声林奇境中为电影叫副配音,把马龙白蓝度那低沉松时的扫音和不怒自威的状态呈现出来,主持人凯歌大赞,这是我听过最像马龙白蓝度的,最好的一版配音,没有之一。 王静松配的扫读不仅神似原版,更是连低声抽气的气息,都把握得精准到位,把角色悔恨和悲痛的感觉透过声音表现的淋漓尽致,此次王静松邀请当红小鲜肉王源助演,组成名副其实的王炸组合。 两位的缘分要从之前合作微电影《奇怪的民宿》说起,王源在微电影里饰演一个劝告逃避父亲的少年,像小精灵一样温暖,王静松饰演王源的父亲。 有本书专门去翻看王静松的微博,发现两人有着各种相似的自拍造型和角度,能演父子真的很有缘分。 王静松表示,这孩子确实不错,王源则谦虚地说,我是来学习。